柯文哲强制处分跟裁案件 遇到了轮值的台北地方法院 法官吕正叶 被发现颇具争议 包括了曾经被爆料在 省里已故民进党主席 施明德案件时脱口 我是绿色法官 这个话好像不是应该这样讲出来的吧 你不答应和解 我下午就判你输 甚至2013年曾经被监院弹劾 严重违反案件程序 规定及法官伦理规范 侵害被害被告人 及告诉人之诉讼权益情势 及损及司法信誉 遭议决吕正叶 检阅奉20%一年 北院的轮值法官叫吕正叶 这位吕正叶当年的英勇事迹 就是他直接呛施明德 他呛什么呢 他说我是绿色法官 你不答应和解的话 我下午就判你输 就直接这样讲 那如果明天柯P的家庭 真的是由这位法官来成审的话 那大概我的预言要不信命中 那柯卫哲可以跟他说 我是绿达 我是莫绿达 那这个时候讲不好 所以如果真的是由他 那在现在上面压力这么大的状况下 我看柯P就凶多吉少 而且其实我一直在想 他们这次抗告 因为他没有立即抗告 他是拖了一天之后才抗告 我就一直在想 他们是不是在等法官 等到对了法官 哪几个法官会 比较能够配合他们演出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看起来阿伯真的不妙